前几天,一则商残老兵车站买票遭续,视频走红网络,要知道在公交车,售票站等很多地方,都能见到军人优先的字样, 然而很多军人为了大家的便利,在车站都会选择排队买票,除非是在紧急情况下,他们不得已情况下才会走上军人优先的窗口,说到这儿不禁有人要问了,凭什么军人要享受优先政策呢? 今天星星就给大家聊聊这个有意思的话题,二战中冲在第一线的是军人,他们用血肉之躯,换来了今天的和平幸福生活,二战结束后,世界逐渐趋向和平发展,我们为什么能够生活在一个和平的环境中? 这和军人日夜守护是分不开的,要知道军人的日常生活是安排得很充实的,每次外出必须按照规定回来,比如说去医院看病,大家可以有大把的时间排队,可是军人就没有那么多时间了,如果在排队的话,几乎没有时间看病了, 所以说在医院排队的时候,请给他们一个优先的机会,再说了军人承担着保家类国的重任,时时刻刻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,每天的训练也是非常辛苦的,让他们优先也是应该的 说到这儿,有人就说了,哼,我们每天上班就不累吗?凭什么让他们优先?军人有什么了不起?军人优先是国家赋予他们的权利,哪里有洪灾,哪里就有军人的身影,哪里有地震,军人第一时间去救人,哪里发生火灾,军人第一时间去灭火,为什么在灾难面前却没有人反对军人优先? 在战争年代,军人用生命保家为国,在和平年代或许很多人已经忽视了他们的默默付出,或许只有经历战乱防止和平可贵,或许走过战争年代的人,才能感受到军人的真正价值 和平年代,在灾难来临的时候,他们冲在最前方,在熊熊烈火面前,他们选择逆火而行,滔滔洪水面前,他们用身躯住起大堤,地动山摇,他们用鲜血住就生命通道,这就是中国军人 当我们享受美满生活的同时,不要忘记,有那么一些人束手边疆,当你还在酣睡时,他们已经出发,无论严寒酷暑,训练从来没有停止过,他们放弃了家人团聚,离家住手边疆,只能默默思念远方 所以说大家应该体谅军人优先,并不是特权,在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军人优先时,我们理应让他们优先,别等到灾难来临或者战争来临时,才突然想到军人优先,对此大家有什么看法,责任编辑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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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